剛剛我們已經認識了這個硬體的部分 現在來看一下軟體的部分 軟體的部分它叫Blockery 那我們剛剛講的它跟各位熟悉的Switch真的很像 你看我先不讓你看畫面 先不用進網址啦 不用進他實際網址 有沒有覺得看起來這些板塊好熟悉 真的很熟悉對不對 只查看因為不同的軟體不同的介面 所以當然有一點不一樣 可是它都是脫衣式的 都是脫衣式的 那剛開始大家會比較不習慣的應該是在左手邊 這個也是我剛開始比較不習慣就是在這邊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邊沒有做顏色的分類對不對 所以會好像尤其你學過Switch再進到這邊 覺得好像有點不習慣就是這個地方而已 那基本上呢你按到這個箭頭都可以有一個開關號 就有相關的類別會把它叫下來 那你可以呢先進到這個網址這邊來 你可以點下去 你點下去之後你可以來到這邊 來現在你們應該可以操作自己的畫面沒關係齁 你現在可以操作自己的畫面 你看你進到這個網址 就會有一個這樣的畫面 就會有一個這樣的畫面跑出來 就會有一個這樣的畫面跑出來 你可以跟老師同步喔 你可以跟老師同步一起做 對你進來之後呢 我們在右手邊這邊 我稍微等一下呢 我稍微把這個介面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你就會比較清楚 因為大家都有一定的經驗 很快就會熟悉 OK 那現在大家都進來了之後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你看這個其實不難齁 這邊已經有告訴你了 首先第一個就是 你看左手邊這些積木齁 你按三角形這個可以打開 這就是我們講的程式積木的部分 好 程式積木的部分 所以呢 在這邊 打開 點進去 有沒有 機目就出現了 好 如果你要哪一個 一般像我們剛開始在用的時候 我們會先從開發板這邊過來 因為你要選擇說你的是哪一個 哪一個開發板 點了之後你選到你要按一下 有沒有就出來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從這邊 有沒有看到Smart 我們這個快板就叫Smart 所以你就選好 這樣就可以了 那它的連線方式有Wi-Fi跟什麼 WebSocket 我們 如果你要透過網際網路的話 我們就是透過Wi-Fi 如果你只在什麼 比如說我不想要連到網際網路上 我只在區域網路裡面玩就好了 你就所謂的WebSocket 這樣也可以 也就是說 它不見得一定要連到網際網路 才可以用 只要有一般的區域網路也可以用 好 那我們現在這邊 就原則上就是用Wi-Fi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邊 這裡有沒有一個名稱 你要連到哪一個裝置的名字 剛剛有沒有告訴你 後面那個貼紙 但是我怎麼知道你的這個裝置 有沒有真的連上去 你先看一下右上角這裡 在這邊 在這裡有沒有看到一個這個閃電 點它一下 你把你的裝置名字打在這邊 如果它判斷了變成綠色的 就表示你的裝置已經連到網際網路上了 這樣就OK了 所以你看一下 你把你的 我在這邊我就把我的把它打進去 記得喔 大小血不一樣喔 有分大小血喔 好 這樣各位知不知道你的裝置 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連上了 好那 這個是第一個齁 你要先缺的 第二個來我們再看一下 你看上面這邊 事實上我們在寫這個 剛剛把這些積木這樣丟出來 跟你做Scratch很像 但是它最大不同 是因為我們這是網頁 所以你會發現 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JavaScript 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們真正寫出來的網頁囉 網頁的語法 比如說你看喔 我用一個Smart 那我想要用一個 想要用一個LED燈 有沒有 我就設定LED燈腳位 假設我到這邊 你按一下JavaScript 有沒有它就把你寫好了 就把你寫好了齁 那另外呢 我們在右手這邊 這邊 你也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燒杯 有沒有 這叫網頁的互動區 也就是說 欸我今天 假設我要 待會我要控制LED燈 我就用這邊 燈套的 我把它按一下 要做什麼事情 這邊的內容執行了之後 這邊的內容執行了之後 這邊的內容執行了 我可以用這邊來做控制 就是 這叫網頁互動區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好這叫網頁互動區喔 那上面這裡有沒有看到 還有一個小小的 這個 有沒有覺得看起來很熟悉的感覺 對 也就是說 待會兒如果 不好意思齁 請問同學你有帶手機嗎 有 可以帶手機嗎 哈哈哈 可以帶但是能不能用這樣 可以帶能不能用的問題就對了 好 就是說如果你想要跟手機 因為手機上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玩 你知道嗎 怎樣 手機上面有沒有三軸 有 我轉動 也可以控制 開關 有什麼還有遠近 還有遠近 它上面還有三軸 然後還有旋轉 旋轉也可以 還有加速度 所以有 有沒有玩過那個用 有的遊戲用那個 手機搖一搖一搖 當作那個寡筊 有那一種 就是它用加速的 用加速器 所以手機上有很多感測器 我們一樣可以拿來用 那所以這個就可以跟手機上 直接做互動 好 那大概了解這個之後呢 我們先再回頭看一下囉 等到你程式碼寫完了 你看我們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執行 這個 它就會執行 就是我真的寫完了 我就馬上來測試看看 就是按一下這個 好 那你記得一件事情喔 如果你正在執行中 請問 這裡可不可以換 不行 有沒有發現 現在不能點了 你要改程式 記得先停止 雖然積木那邊也可以改 但是你會發現這裡不行 所以你一定要記得 如果你要修改程式 要記得先停止一下 這樣有沒有一個基本概念呢 有的 請問你不小心 如果我的積木丟錯怎麼辦 蛤 好遠好遠 有一個垃圾桶有嗎 沒有關係 你往這邊丟也可以 跟Squish都一樣 或者按鍵盤上Delete也可以 好不好 所以你看我今天把它丟這邊 有沒有一樣 這樣 這個丟過來 有沒有丟掉 意思一樣 好 那了解的基本概念之後 我們真的就準備要來玩一下囉 來做第一個動作 好 那這邊呢 模組的這個部分 我順便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裡它有兩個感測器 應該說我們的原件有分兩種 一種叫做原件模組 一種叫傳感器 那傳感器 基本上就是會回傳的 比如說怎麼會回傳 比如說像那個 那個什麼 傳音波 我碰到之後會回傳 我是不是可以知道距離 這種會傳回一個 數值 那如果什麼東西是不會回傳的 比如說我LED亮或不亮 因為你就好像開關我按了就開 它不會說我亮了 我傳一個數值回來給我亮了 沒有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大致上的分類是這樣 剛開始你可能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這個有時候 剛開始大家在做的時候 會搞不清楚 到底是屬於原件模組還是屬於傳感器 這兩個